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得对呀 掌门人 那说白了就是开门的 主意啊 还得人家东家说了算 不要 陈大记者 要不要我给你安排个独家啊 范总 哪能哪 主管经纪的周正光副市长 这卢主任这是要当市府秘书长吗 笑话我呢 是吧 我可没那野心 这不是讲了吗 一会儿啊 周副市长就要来 你要是有这个意思呢 我也巴结巴结领导 看来你还不太了解 我跟周副市长的关系 你看 没有我这种这么自作多情的了 来 陈大记者 你先看着 我到门口候着领导去 办公室处的就这点起子 哈哈哈哈 老陆啊 哎 你留点神 帮我盯着那个 跟陈子明一块来的人 这 为什么呀 叫你盯着就盯着 哪能做废话 是 行 请记者们放心啊 好 改制遇到再大的困难 我们都会 用最大力量去完成 各位智 不好意思 打假一下啊 怎么了 慢点 周副市长 对不起啊 再见 子明 有大人物出现了 什么大人物啊 传务副市长周震光 他叫你两个 好 对 对 对 这人你不认识啊 这可是锦大经济系的骄傲 你母亲的老同事 说起来 算着我的老师呢 他基本上把男主机团啊怎么样执行上面的精神 进行深度感的一个 听你这口气 他好像不是你的老师 可他现在是没有我的父母观的 这都是 灯的滑稽的世界啊 大家的功劳 妈 人家说啊 女人一定要多喝汤 女人就是汤养出来的 来 尝尝 谢谢女儿 怎么样 这味道好极了 真不敢相信是你做的 可是从原材料到成品 您可是亲眼看到的啊 是是是是 我做饭就不好吃 你说你这是跟谁写的 您那个时候啊 跟我爸静坐学问了 老让我吃食堂 都生气了 是啊是 你们俩还经常地调侃我啊 说我做饭难吃 哎 不过后来想想啊 那个时候教授的家里 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生活上都不太讲究 对对对 嗯 那个时候 哎呀 我们耽误的时间啊 可是太多了 嗯 都顾不上过小日子 现在想想 可真有意思 哎 我们那时候 那一批年轻的教师啊 被评上了副教授 都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一用时间就聚在一起 争论啊什么什么 经济体质改革呀 总而言之 想的都是大事情 其实也挺好的 你们啊 就是赶上了一个火热的年代 现代人很少有 你们那个时候的激情 其实挺羡慕你们 哎呦 真的吗 嗯 你们是精力丰富的一代人 正所谓中国变革时代的弄潮儿 哎呦 我女儿啊 说得太好了 哎太好了 哎 要是有点酒啊 那就更完美了 此时此刻 哎 妈咱有葡萄汁啊 来 好好好 咱们今天就用葡萄汁代替葡萄酒 来代替来代替 好好好 来吧 亲爱的老妈 为了你们的执着 为了您的理解 干杯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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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葡萄汁的味可真浓了 好极了 哎 妈 来 尝尝我烧的鱼 哦 来一大块 好 嗯 好 怎么样 哎呀 哎呀 这个比子明带了我上那个饭馆去吃的 多好吃啊 真的啊 嗯 好那以后啊您随时点 哦 对了 今天啊 我跟陈子明去参加一个展览 嗯 刚好碰到您的一个老同事 谁啊 周正光 这个人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他了 Princi fish strange clip 也没有恩 是的 鸡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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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hes雙能量更清楚 很有趣的 熱海不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需要交流一下吗 我们是检察院反贪局的 知道反贪局是干什么的吗 那好 我现在呢就告诉你 我们的反贪局是干什么的 好吧 市局的笔录你们看了吗 事发之后我跟林熙去了市局 当时市局的同志还没有审完 所以记录我们没有看到 不过我们申请移交的这个人 涉嫌网络赌球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一点是确认无疑的 而且范长丽和卢慧君 当天晚上就在事发地的南都宾馆 跟嫌疑人一起被带走的那个女孩 跟范长丽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一点也是确认无疑的 所以我们觉得范长丽涉嫌网络赌球的 可能性非常地大 这样吧 我跟李初商量一下 李初跟林熙去看守所了 去看守所了 去见那个嫌疑人吗 是 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我觉得 这个犯罪嫌疑人 是我们突破范长丽和卢慧君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首先 从赌资的来源一定能够说明 霍亮 这个字我可以签 我只是想听你对这件事情 真实的想法 我 好吧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都希望我们的同事 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 你到南都宾馆去干什么 我欠别人钱 想出去躲一躲 范长丽跟你是什么关系 没见工业 只是通过几次电话 通话内容 咨询点期货的事 到南都宾馆也谈期货吗 不是 那你们去干嘛 没想干什么呀 没想干什么 提没提到一个叫柳蓉的女孩子 没有 你好好想想 没有 胡扯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你跟范长丽通电话不下五次 最后一次 是在抓你钱的十分钟 你说你跟范长丽一直在谈期货 这个谈话当中你们就一次都没有提过这个柳蓉了吗 嗯 没有 大声点 没有 说的是实话吗 是 你的房间号多少 七零九 七零九 那你为什么要到另外一个女人的房间呢 我 我走错了 范长丽给你打电话 给你引荐的人 是谁呀 没有引荐什么人 七零九是你的房间 是 那个女人的房间是七一一 不是 不会承知 真的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把你约到南东宾馆 就跟你谈什么呢 我已经到了 我已经在房间了 你上来 我真的错了 我刚才没有说实话 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说实话 我都说实话 打住 别来这没用的 啊 龙飞 瞎话不是那么好编的 我呢还就想听你说实话 只有说实话 你才能抓住这个机会 否则的话 谁也帮不了你 我我我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是我没没安好心 我看到隔壁房间 就一个女孩 然后 我就起了歹信 但我进去了什么都没干 然后警察就来了 我我说别的都没有 说说 说说范常理约你到南东宾馆 到底要干什么 没人约我 我欠了别人钱 然后去到外面躲债 你刚才怎么说的 刚才 刚才是让您给绕糊涂了 真的没有人约我 是我自己去的南东宾馆 我不明白 你把这么多的事情 都编到自己身上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人约我 龙飞 我再问你一次 范常理约你到南东宾馆 到底要干什么 真的没有人约我 这小子肯定有事儿 刚说完就翻供 他极力否认与范常理有女 死活要为范常理扛着 为什么呀 不至于吧 你说他事先网络赌球的事 这证据都是坐实了的 他给别人扛不扛得跟自己 没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如果范常理参与网络赌球的话 你们能不管吗 那肯定得管了 而且一定是严厉打击 但问题是你说人家范常理 事先赌球 确实没证据 你们嫌太费劲了吧 你看你这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要是有证据 巴不得赶快给李大 你们要是能力工我也高兴啊 是不是李大 什么时候把这人医交给我们 这样 我回去我加班加点赶快结案 你呢那边手续只要一圈 我就把人给你送过去 好 过意思 我这表现还满意吗 好啊好 小帅 我有一个无理的要求 您说您说 能不能先把他的物证交给我们 在问他之前呢 我们也好好准备准备功课 好说明天给你送过去 明天 明天我恐怕不在 这样你就交给李奇就行了 那更没问题了 明天如果我不在 你交给霍量就行了 你一定会在的 怎么不在 来 小帅 回见啊 怎么样 我这可不够意思吗 拙劣的表演 你这人不厚道啊 我怎么不厚道 好 李大 再见 再见 互联发的信息 手续办好 你送他市局 体面 李大 我能问您句实话吗 说嘛 申请报告就这么批了 我就是夏清让着您 说什么呢 就您的申请报告 一票指 不是揣测就是猜测 太不严谨了 人家夏清能看不出来吗 反正是批下来了 我先表明我的立场 如果有一天 你跟夏清吵起来了 我绝对不站在你这边 还吵起来 你以为小孩子过家去呢 人家是省里来的领导 是你我的上司 知道吗 起开 师傅 你说什么 我说您心胸开口 范长丽跟你是什么关系 没见过面 只是通过几次电话 通过哪种 咨询点期货的事 到南都宾馆也谈期货吗 不是 之后他马上就翻供了 嫌疑人的基本资料 我们现在都掌握了吗 市局说尽快结案 资料可以全都转给我们 你们俩现在仍然认为 范长丽涉嫌赌球吗 从常识上判断 我觉得不太可能 从那天晚上范长丽和卢克军的 怪异举动看 可能是一次有意的安排 有意的安排 什么意思 你们先聊着 公诉的文件我得送过去 霍亮最近怎么了 好像心情不太好 可能是心理上的压力吧 那案子有关吗 杨 王警官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 灵溪在这儿呢 你们聊 终于一起吃饭 行行行 什么东西啊 一部笔记本电脑 一个硬盘 这是那个哥们的基本资料 放这儿吧 好嘞 单子呢 我给你签收 不用了 刚才见着李大他签过了 我跟领导正在谈重要的事情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请回吧 好 那行 那你们先谈 那个回头咱们再联系啊 领导再见啊 哎 再见 说你呢 干嘛这样对人家呀 你男朋友啊 他 我男朋友 我 我有那么困难吗 不是你男朋友 你干嘛对人家这个态度呀 你刚才分明就是一个霸道的小女孩 在指使你自己的男朋友 谁指使 谁指使他了 你还没指使呢 看把人家指使的 对你那么顺从 对呀 完了 完了 我又被他抓了 他真弄不清你们这些小屁孩是怎么想的 明明是你欺负人家 还说人家把你耍了 夏青 不是 我怎么欺负他 我怎么欺负他了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好吗 他是市局刑警队的马晓帅 就是他那天晚上 把范长莉的小蜜给带走了 我跟霍亮去刑警队打听情况 你没见他当时那个状态 他他他他拽 他不是一般的拽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我给他一顿收拾 怎么样 傻了 第二天我跟李大康去看守所 诱诱他 我就没给他好脸子看 他呢 一个劲跟你舔着下脸上 请坐啊 没事吧 怎么了 你看今天又来了 他那儿心灵有愧 所以他成情想找不回去 谁欺负他 我欺负 我欺负他 我欺负他 我看啊 没有那么简单 凭我敏锐的直觉 他喜欢你 所以说 所以说 我这又被他耍了 夏青 我跟你说 我从来我压根 我根本就没正眼看过他一眼 有的时候呢 越是不正眼看一个人 就说明你心里很想看他 你能不能别恶心我了 你成心吧你 你还让不让我好好工作了 把资料拿出来我看一下 来 您看一下 同飞 一九七五年 他拿着电脑和硬盘去找范长莉 说明有点技术含量 你要不要打开看看 别 文驼起见还是先送技术处吧 行 交给我了 放心吧 你看看 计算机信息中心技术源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证 马尔帅那边什么结论 马尔帅谁啊 成心吧你 他们这边得出的结论是 我看一下啊 私人物品与涉案内容无关 信他还是信我 那还要问吗 你是凭感情在辨辨是非吗 女人的好物都办事正确的 李大 李姐 马尔帅呢 下副局长也在 是吧 我正有个事想向你请示呢 好 好 范长莉现在想再也想跑 没那么容易了 马尔帅呢 不是 人家又不在这儿做班 送完资料就走了 走了 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你帮你干了这么多活 你怎么也得请人吃顿饭吧 你这 不是 我让林熙把一些嫌疑人的资料 送到技术处去 林熙去吧 那我先走了啊 赶快 还有这个一块拿着 林熙来来来来 丢三辣碎 永远都这样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要跟你沟通一下 希望能引起你的关注 说嘛 是南渡集团五年前的第一个改制项目 清平山矿的 那就是说跟范长丽有关了 那就是说跟范长丽有关了 我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很简单 你就可以回答是或者不是 李大 李大 坐 这什么玩意 让小王给你讲吧 李大 你看啊 这跟天然书似的 我哪看得懂啊 这是一种工程文件 这个硬盘里储存的 都是这类数据 它的用途 我们无法理解 那 那你让我看干嘛呀 遇到技术问题 就不灵了吧 老东西学会跟踪了是吧 你给我闭嘴啊 要你们技术说干嘛 一求你帮忙就说风帘话 这火气还没消的 哪有穷人办事还这么横呢 去去去去去去 小王 你说清楚 这东西我怎么才能把它搞明白 确定这些信息来源 跟网络有关 嗯 大康 你还懂网络啊 你给我闭嘴 李大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王 你把硬盘退出来吧 牛大叔 关于测缓仪采集数据的事 您不跟我们领导说说 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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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事 大康 我们准备上那个测缓营技术 你那儿有没有嫌疑人询问的 通知我 我可以帮你啊 是你求我呀还是我求你呀 咱哥俩谁求谁呀 最好是你求我 也未必 骨子白吧 嗯 怪谁呢 没有学问就得让人挤背 快说吧 李强怎么办 童飞被省地质勘探院开除之前 一直是单位计算机中心的技术员 他随身带着这个硬盘 有可能跟以前的工作有关系 我们应该去一趟地质勘探院 不 你不认为这个事情 跟网络赌丘有关吗 您真认为范长莉跟网络赌丘有关啊 全新的技术我不懂 技术问题不是您的门槛啊 那你说什么是我的门槛 那我就不能说了 说点能说的吧 你跟夏清聊什么呢 男人啊 你们两个聊男人 不能聊吗 能呢呢 聊得够神的 不是您到底去不去地质勘探院了 去呀 走 走 您看是这个人吗 嗯 像 应该是他 您再仔细看看 毕竟五年过去了 这人变化挺大的 这个不好乱讲的呀 小伙子 人 蛮规矩的 可现在怎么一看 又好像不大规矩啊 我的眼睛 不大灵光啊 这么大的责论 不好乱讲啊 我看 再去找找老龚吧 好 谢谢您啊 当年 清兴山那个项目 是人家老龚负责的 数据出了问题 项目爆弹了 把老龚也搞得好被动了 讲不清楚了 领导最后决定 把同飞开除了 老五这个书呆子 他不服气的 他跟领导吵 吵得全家人都晓得了 老龚负责的 只不过是一家计算中心的 技术馆 先拿小人物开刀 都为了这么干 来 你让这儿挂去的 挂去的 您听董老先生说的话了吗 不是 怎么了 没有 但愿那龚老师别像他这样 全都乱了 不推了 我不推了 我不推了 见他十张五白人 我不进了不进了 公车店 你推我做什么 不好吃啊 他妈也要 我没共识家里的 你少把这闪事去 要这么快去 老先生 不是 怎么了 怎么回事 这个人 他不是好歹 他妈我老糊涂 你们都听到了 他还说我多管闲事 你们说这不是 岂有此理 什么态度啊 我找到去 行行行行行行行 别火上交融了 什么人呢他 行了行了行了 老先生 怪我们 给您添麻烦了 是我们对不起你 行吗 不是 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了 没有和任何人吵过家的 真的好 我反骗反骗中骂我的人来了 我不和你们吵这个心了 这人跟人啊 不好打交道的呀 谁是在这心里想的什么 哪句话说得不好 又得罪人了 撤撤 撤撤撤 您是 我是这儿的管理员 这是我证件 什么证件都不应 这是严新标本库 外来的人也要进去啊 要院领导批 对不起 您听我说听我说 我能不能跟公教授谈一谈 你把他叫出来 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老龚被批进 我去叫 他不再骂我一顿 实在对不起 不不不 听我说 那您告诉我 他几点能出来 哎 这个还真不好说 我们这是啊 十点关门 喂喂 嗯 你呀 快向班时候再过来 刚才我开的 打倒了 赶紧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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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博 自信 琳更加 像跳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信 也很可憎啊 就这么傻等着 我们就是跟他聊几点情况 发那么大脾气没理由啊 你跟夏青都谈什么 您怎么又来了 李大 我怎么就让您特别关心夏青啊 您看啊 整个反贪局就我们两个女人 我们关上门在办公室 说个私房话都不行 您都要问我们说了什么 一点私人空间都不给 您不觉得有点过分了吗 真的是贪男人啊 我保证没有再议论您 说妈要帅了 你偷听 你们女人的闲言碎语 我还用偷听 我告诉你 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你们说什么 别吹了 那你说一说 我们说马要帅什么 没好话 马要帅人真的不错 是不是 你看工作上大力地支持我们 从感情上嘛 人家对你有点意思 行行行 打住 打住啊 打住 这就是您为什么架不出去的原因 李大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 您不会拿我当诱饵吧 心理阴暗吧 我告诉你 找男人也好 找女人也罢 事情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知道吗 少来 又不是非嫁不可 我觉得啊 你们呢 都爱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都这一个毛病 总是想 控制整个局面 夏青跟你是一个毛病 我怎么觉着您真的特别了解夏青呢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我说的不对吗 你说这个案子 夏青一直想让我按照他的思路去走 你看 去调查原水和矿业的股权 这是他的意思吧 走不通了 知道为什么吗 搞得太复杂了 我就不明白 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控制欲 当然 我呢 是不在乎这些的 我怎么觉得您特别在乎啊 胡扯 哪条路走的通我走哪条路 我不管是谁的思路 但是呢 在没走通之前 我必须要坚守我的定数 这是不能乱的 是不是 你比如说是盯手 夏青不赞同 但是你不盯手 怎么会有今天的同飞呢 忙打勿撞 忙打勿撞也好 是不是 深思熟虑也罢 案子呢 总是要进行的 但是我告诉你 空谈和预想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行 您不用说这么多了 我不跟您争了 但是我特别期待夏青跟您争 让我们长长见识 行行行 等着 等我把同飞这个案子拿下来 一切都会减飞销的 未必 你不信是吧 可以 好吗 你也可以按照夏青的思路去走 李大 您了解夏青的思路吗 了解 太复杂了 他那套用于实战 那天又跟我提起了 南独集团改制 谈到了五年前 南独集团的第一次改制项目 精品山口 我也记不清了 也许说得有道理 但是过于复杂 我不想不想多想 如果你要感兴趣 你可以去跟他好好交流 等等等等 您刚刚说什么项目 我